生生不息 嘉年华经过了几个月 迎来了收官 收官的这一期时长达三个多小时 包含了众多奖项的颁发 和多首歌曲的演唱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收官在即 这一期的歌曲总体质量比较差 感觉听起来比较敷衍 而这最后一期 同样也邀请了两位飞行嘉宾 分别是单依纯 杨坤 都是唱功非常不错的歌手 单依纯 内地流行乐女歌手 是2020年度 中国好声音的总冠军 这两年来大热的女歌手 算是现在年轻一辈的女歌手代表之一 上升势头非常猛 她因为是学生 嗓音电视度高 唱歌充满感情 而被很多人看好 她也参加过声声不息 港乐记 在里面大放异彩 代表作友 永不失联的爱 想你时风起 在夜里跳舞等 杨坤 内地男歌手 老牌实力派歌手 唱歌非常有个人特点 获得过众多音乐奖项 担任过中国好声音的导师 代表作友 空城 无所谓 月亮代表我的心 孤独颂等 刚开始知道是单依纯 杨坤这两位加入的时候 还很惊喜 但是看了节目之后发现 这两人已经彻底沦为了 打酱油的角色 三个多小时的节目里 总共出现时长都不超过十分钟 让人非常惊讶 单依纯和杨坤这次的加盟 各演唱了一首歌曲 单依纯是和汪苏龙合唱的 《如果爱忘了》 杨坤是和谭薇薇合唱的风平浪静 这两首歌曲都没有参与男女队的PK 本以为这两人演唱的歌曲 应该能成为视听盛宴 但是听完以后就觉得很平 而且 单依纯和汪苏龙的合唱 听起来两个人的声线感觉不是很大 虽然两人都唱得很柔和 很深情 但是听起来就是感觉很别扭 杨坤和谭薇薇的合唱 倒是还不错 这一整期节目下来 单依纯和杨坤 除了上面说的两首歌 还有就是 最后全员大合唱的《我爱你中国》中出现了 镜头真的非常非常少 也没和男队 女队成员坐一起听队友唱歌 也没有切剥两人镜头 而且杨坤出场特别晚 没看到后面都不知道他参加了这个节目 就连加根片里也没有多少篇幅 而且因为两人唱的歌也不是特别出色 所以给人一种 就是来节目里打酱油的感觉 这也让很多对单依纯有期待的观众们 非常失望 声声不息 嘉年华金曲盛典璀璨绽放 这场由国家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指导的 音乐文化传承节目 成为娱乐圈的一颗璀璨明星 十大奖项颁发 音乐情怀燃爆全场 歌手们用歌声致敬岁月 让我们一同踏上这趟音乐的时光之旅 五轮激烈进演后 由孙楠 古巨基 陈楚生 胡彦斌 汪苏龙 周深 时代少年团宋亚轩组成的 葫芦七兄弟对荣获荣耀家庭称号 这个家族式的组合 将不同年代的音乐才子会聚一堂 唤起了观众对音乐岁月的美好回忆 尾声的无声鸡蛋仔家庭带来的 我爱你中国令人动容 听照女孩用纯真的铜声 将深沉的情感传递给全场观众 这份声音礼物不分声音大小 却让人感受到音乐真挚的力量 金曲盛典开场 三代歌手共同串联的朋友 仿佛是音乐中的时光隧道 通过这个经典之声 观众穿越时空 感受到有益的真挚 音乐的传承 孙楠凭借自己创作的同名歌曲 声声不息荣获金曲之星称号 颁奖感言中 他动情地分享了自己几十年来的音乐心路 表达了对未来的美好期许 泪洒现场的瞬间 使观众更加深刻地感受到音乐的力量 以及歌手们对音乐真挚热爱 节目中 歌手们通过音乐诠释了生活的百味 胡彦斌获得卓越贡献奖 在40岁的年纪 他表示 这是一个责任重大的时刻 黄启山获得突破创新奖 他鼓励每个人勇敢绽放自我 成为生命中的一只玫瑰 金曲盛典最终揭晓了十大奖项 包括微博网友 挚爱合作金曲 创新突破奖 品质舞台奖 潜力新人等 每个奖项都见证了歌手们的努力 和音乐的魅力 这一时刻 不仅是对过去岁月的回顾 更是对未来的期许 整个生生不息 嘉年华历时近三个月 巡礼中华音乐的方方面面 共有24位歌手呈现了110个令人陶醉的舞台 相关视频播放量更是高达73亿 显示出音乐传承的力量 这场巡礼不仅让人们回味当年情 还记录了当下是 用音乐书写中华文外的时代篇章 这场金曲盛典不仅是一场音乐的盛宴 更是对中华音乐传承的一次深刻回顾 歌手们用音乐讲述自己的故事 用歌声传递着家伯情怀 在音乐的律动中 我们穿越时光 感受岁月的流转 共同追忆那些让人动聋的瞬间 中华音乐因这场盛典 因这些歌手展现出生生不息的力量 让我们期待更多经典旋律的涌现 为中华音乐写下新的篇章 这就是音乐 在 年华在 家在的力量 综艺界的腥风血雨 一场颁奖典礼让人唏嘘不已 音宗一直是娱乐圈的一匹黑马 让人既陶醉又着迷 在这个绚丽多彩的舞台上 音宗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表演 更是一场巧妙的戏码 让观众如痴如醉 从浪姐到批歌 芒果综艺独领风骚 音宗成为当之无愧的焦点 而生生不息 更是让这个时代的音宗达到新的高度 成功地将音乐与综艺完美融合 引领了一股娱乐新潮流 然而 在这次的颁奖典礼中 让人托有些不解的奖项设计 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首先 微博网友至爱合作金曲奖 实至名归的歌曲也有 但是否真的需要将它们分成三个奖项 有点过于细化 或许 音宗的成功就在于 观众可以自由选择心目中的金曲 而不必被奖项束缚 创新突破奖 给了周深和黄启山 周深的努力和实力 无疑是应该受到认可的 但黄启山的惊喜表现 也让人意外 然而 是否需要一个奖项来强调创新突破 似乎有些过于刻意 音宗的魅力就在于多样性 不必刻意追求创新 观众更愿意看到真实的表现 有爱之心奖 品质舞台奖 卓越贡献奖 奖项的设立是否过于频繁 12位嘉宾人人有奖 这样的颁奖设计是否过于照顾 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奖项的频繁颁发似乎让整个颁奖典礼 失去了一些仪式感 或许少一些奖项 多一些公平竞争会更有意思 潜力新人奖和因缘之心奖 是否被定性为凑数奖项 值得深思 宋亚轩的实力无疑令人刮目相看 但在这样的竞技节目中 是否需要设置一个明显的新人奖 让人产生一种硬套感 而汪苏龙的因缘之心奖 更是引起了不小的质疑 观众是否在乎因缘多寡 或者更愿意看到音乐的本质 金曲之心和匠心音乐人奖 奖项的设立是否过于庞大 孙楠的金曲之心 韩红的匠心音乐人奖 是否有点过于硬捧 在众多优秀歌手中 奖项的公正性是否受到了质疑 观众更愿意看到的 是一个真实而有竞争力的殷宗 而不是奖项的满天飞 这次音宗颁奖典礼虽然吸引了众多目光 却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或许 观众更希望看到的是一场真实而有趣的综艺 而不是过多的奖项设计 娱乐圈永远是一个充满变数的舞台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下一季的音宗 又将迎来怎样的精彩表现 生生不息 嘉年华在最后一期的团建活动中 引发了热议 特别是其中的真心话大冒险环节 在这个环节中 王心灵选择了真心话 并被问及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 在节目最后 被胡彦斌记住一辈子的你 有什么想对他说的吗 这个问题的背后 涉及了情感纠葛和曲折选择 牵扯出了王心灵 胡彦斌和陈楚生之间的真实故事 首先 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 在之前的男女两队PK上半场中 王心灵面临了一个艰难的选择 是和胡彦斌合作 还是选择陈楚生 这个选择牵扯到了不少情感和利益考量 起初 王心灵答应了和胡彦斌合作 但后来却改变了主意 选择了和陈楚生搭档 一同演绎自己的歌曲大面 这个选择引发了不少猜测和议论 也为后续的故事埋下了伏笔 在真心话大冒险环节中 其他嘉宾对于王心灵的选择 进行了解读和解释 试图揭示背后的真相 然而 尽管他们努力避免让陈楚生感到尴尬 但事实上 尴尬是难以避免的 孙楠用简洁而直接的话语 便新了道出了问题的核心 让整个场面更加尴尬 王心灵对于节目组提出的问题 给出了简洁而真诚的回答 表达了自己的感激和开心之情 在一个流动性极大的社会 能够被一个人记住一辈子 确实不容易 因此 王心灵的回答 让人感受到了他的真诚和感恩之情 然而 汪苏龙的一席话 却给整个场面带来了更多尴尬 他试图帮忙解释王心灵的选择 但却让气氛更加尴尬 陈楚生也因此感到不满 进一步加剧了尴尬氛围 王心灵尝试缓解尴尬 但整个场面已经无法挽回 最后 胡彦斌给出了一个相对圆滑而含蓄的回答 试图化解尴尬局面 他提到了记忆力随年龄增长而变差的现象 表达了对常见面的期待 并表示通过音乐来记住彼此 虽然这个回答没有直接回应问题 但却给整个场面带来了一丝宽慰 综上所述 这场真心话大冒险 揭示了明星们 在真实情感面前的尴尬和无奈 他们或许在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 但在面对尖锐问题时 也会面临挑战和困惑 然而 正是这种真实的情感和表现 让观众们更加能够感同身受 更加喜爱他们 愿这些明星们 在未来的生活和事业中 都能够遇到更多美好的事物 永远保持真诚和坦率的态度 这篇推文通过对生生不息 嘉年华真心话大冒险的分析和解读 揭示了王心灵 胡彦斌和陈楚生之间的真实故事 通过深入分析情节细节和人物心理 让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了 这些明星们的内心世界和真实感受 同时 推文注重点评和反思 对于明星们的表现 进行了客观而深入的分析 为读者提供了更多思考和探讨的空间 由于读者提供